一箱又一箱的玩具送來 好的快得一一分類 隱身在嚴城區中校國小地下室的 高雄玩具碼頭 其實是賦予二手玩具新生命的基地 透過民眾的捐贈 讓這些玩具這次重生 台灣其實生活資源蠻豐富的 然後其實小朋友長大之後 他的玩具其實很多人就很有愛心 然後想要分享出來 可是不知道在哪裡 靠就可以來到我們協會 對 所以我們自立17年來就是 將二手玩具做最大的利用 仔細分類將玩具送到 需要的孩子手上是他們的使命 光是玩具車就分成好幾種 送來的玩具分類清潔好 整齊的陳列在櫃子上 方便社福團體或機構來挑選 那我們就會先把它分類 好的玩具跟壞的玩具 好的玩具以後 它就要先清清清潔 然後我們會用酒精 那有些是木質的話 它就不能用酒精 所以我們擦拭方式也有分啦 協會的工作人員都有著服務的熱忱 也在網路上招募起志工 而每位志工也身懷絕技 眼前的這位志工媽媽拿起螺絲起字 就開始修理玩具 讓玩具們誘惑了過來 我是在FB上看到的 因為我對玩具就我喜歡 我喜歡玩小朋友喜歡玩 然後我會幫他修理玩具 然後剛好在FB我看到 他在針志工我就立馬來報道了 為了讓更多玩具能夠重獲新生 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也正在籌備更大的共享園區 希望民眾能夠一起來響應 希望有一個園區很大的園區 把所有的玩具可以來展示 對 然後最主要還是有一些比較教育啊 或是一些環保的議題 然後或是讓大家可以來一個基地 一個園區可以來 可能去不管是參觀或遊玩或做教育都很好 玩具們來到高雄玩具碼頭 讓來自各地的二手玩具有港關可以停靠 而經過水手們的敲手 又能夠讓這些玩具再度起航 陪伴下一位主人 記者林嘉義高雄報導